这只躺在地上眼含泪水 独自默默消化忧愁的熊猫宝宝名叫北侠 他出生时因意外划伤 左手无奈只能尽心戒指 但坚强的小家伙并没有因为先天的缺陷 而选择自暴自弃 在同龄小伙伴都能在树与地面之间 自由地来回穿梭玩闹时 小北侠还艰难地学习着爬行 可即便如此 作为正儿八经的野二代 哪怕身带残疾 在面对同龄小伙伴的挑衅时 他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发起攻击 捍卫自己最后的尊严 一次在与骄翼大班长的争执中 骄翼居高临下凭借自己健全的四肢 在难以平衡的木梯上向北侠发起进攻 小北侠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摇摇欲坠 但他并没有惊慌是错 反而临危不乱一口叼住骄翼的脖子 硬生生将他甩到了地上 两只小可爱同时摔倒在地 眼见北侠如此勇猛 骄翼下的连忙四处逃跑躲避 北侠却在身后穷追不舍 骄翼慌不择路爬上了无处可躲的高台 眼见北侠已经追到眼前 骄翼无奈只能上前迎战 可还不出三个回合 就被北侠压在身下疯狂摩擦 骄翼虽然作为大班长 不仅四肢健全体型最大 但战斗力上予野二代北侠却有着天壤之别 随后北侠一把将骄翼推下了高台 此时才告一段落 也是因为这强悍的战斗力 小北侠人送外号熊猫界的养活 但就算是如此勇猛的北侠也有着温柔暖心的一面 那就是面对妹妹小福婉时 小福婉因为先天脊柱疾病导致腰部以下瘫痪 从小只能用两只手爬行的小福婉与北侠一样 因为先天的身体缺陷导致性格上都有着些许自卑 小福婉之前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一只猫默默地躲在角落里按自身上 独自舔湿她内心的窗口 但就是如此惹人怜惜的小福婉 还会被无良游客泼水欺负 被欺负后小家伙也不闹道 而是静静地躺在地上面向墙壁 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去躲避骚扰 发姑奶爸得知此事后 赶紧出来将小福婉抱入怀中 小家伙看见是奶爸后委屈的情绪终于有所宣泄 一头栽进奶爸的怀中享受着世间少有的温暖 每当这世北侠总会第一凶感到安慰内容 好在经过一周的休息与开导下 小福婉重新振作了起来 再次营业的她不仅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更加坚定地练习起了爬术 但毫无爬术经验的她毫不意外地失败了 每当这世北侠总会闻风而来 用自己并不高大的身具位正在休息的小福婉遮风挡雨 并鼓励她要坚强 最后在哥哥与奶爸不断地支持与鼓励下 小福婉第一次爬上了小树枝 并能在不依靠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安全下 这对于小福婉来说无异于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 但要强的小福婉并不满足 她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放在了比自己半个身体还粗的大树上 她拼尽全力向上攀爬 但力量的缺陷让小福婉举步为坚 数次拼命的尝试都无功而返 这时教义哥哥健壮赶忙前来阻止小福婉这危险的行为 可要强的小福婉并不想轻易地放弃 于是与哥哥争执了起来 奶妈在一旁健壮连忙将教义一把抱走 眼看麻烦解除了 小福婉再次努力练习起来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这一次小福婉竟然一口气向上攀爬了四五步的距离 这样的成功让她内心受到鼓舞 更是不要命的不断尝试 不疑会这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就让小福婉累得大口大口喘起起来 但哪怕此刻体能已经达到极限 双手已近乎脱力 可仅仅只休息了片刻之后 小福婉就再次扭头朝着梦想大到时去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小福婉一定可以爬上大树之殿 俯瞰她梦想中的景色 如此坚强惹人怜惜的兄妹